提的话,思考的方向 其实在Excel里面,其实你是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解 但就变成说你必须在 就是你Excel里面要放一串的公式 外面还要再加大瓜糊 大瓜糊不是自己打的,要Ctrl、Shift、Enter 就执行正列,那个正列的意思有点像是 在那个公式里面跑回圈的意思 哇,那真的太困难了 我是觉得 网路上有蛮多人教人家用正列的方式写 不过我跟各位讲,我宁可我刚才写VBA算了 为什么?因为你全部写在一起的话 错了你也不知道哪里错 你要找错误发生点也不太容易 那VBA你可以慢慢叙述,慢慢思考 那我们大概知道有几个线索 第一个,我们一定会用到什么?MID MID就切哪个字,因为我抓到那个字之后呢 我要把那个字把它切割下来 OK,如果你要留下来的话,你就得加 OK 那另外可能会需要一个叫Core Core这个函数呢 他主要是给他一个字 他给我他这个字的内码的位置在哪里 然后你可以去比对,是不是数字 是不是在47到58之间的一个范围 或者英文,有大写跟小写 那如果除此之外的话就中文 那另外还有个什么?IF-EL IF-EL其实就逻辑判断 那SUM的话呢,如果你是要加数量的话 就用SUM把它加总起来,就知道了 可是如果以这个地方的需求 假设我要把它用VBA来写出来,该怎么做 所以我们可以按部就班了 不过跟各位讲,这个难度相对又比前一期课来的更困难 对,如果你如果会的话 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用这种方式 把问题给解决 那怎么做?OK 首先的话呢,我们大概来看一下 这个我想我就先跳过 因为我反正这个方法不OK 我建议是用写VBA的部分 可以分两阶段 第一个的话,先计算 就是单一个 比如说我今天我要做这件事情的话 我先做什么呢?先算这个就好了 然后呢,再去算全部的 也就是说你不用眼线那么大 我先算这个 这个里面有几个是数字 几个英文,几个中文 然后再去算其他的 其他的话就是forI等于第二列到第九列 一个一个的帮我把这些东西分别都算出来 OK,怎么做啦 第一个的话,我们先来看一下 怎么去算也是有 画面 切 OK 好吧 难怪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画面放大一下 OK 反正这个逻辑非常简单 就算里面到底有几个数字 英文、中文 对 那做法一 请各位我先切 先把这个 先切到这边好了 我先把结果 我第一阶段写好的程式 先转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所谓的 先针对一个储存格就好 哪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 里面到底有几个数字 帮我把结果放在这里 英文、中文 那我先把数字做完 英文跟中文其实也如法炮制 执行给各位看 0个 OK 如果英文的话呢 其实只要改个逻辑 英文的话呢 又分这个大写跟小写 那其实这个地方就是 第一个当然你要知道 所谓的ASCICO内码表 那我刚刚讲过 这个ASCICO内码 那其实基本上有个逻辑 就是说呢 它的范围只要是47 以大于47 有没有 48 到多少呢 到58 等于是 小于58 而且这边里面要交 重叠在一起 所以特别之后一定是交集 交集的话一定要用什么 用AND AMD OK 就是说呢 它一定要是大于47 而且要小于58 两个条件都为True的时候 那它就是数字 OK 这是第一个逻辑 那接下来我如何呢 去判断说这个字 是不是数字 那我要先用 这个假设吧 我在VBA里面 所以第一个 请各位开启开发人员 第二个的话 一样开启Visual Basic 第三个的话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OK 那插入模组了 就在这边写程式 那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先厘清几个观念 第一个就是在VBA里面 有哪一个函数可以让我判断呢 到底这个字的内码是多少 那在Excel是用Code Code 可是呢在VBA里面用的函数不一样 我建议你们可以学一个功能 叫减4里面有一个叫做即时运算式窗 即时运算式窗里面 我建议各位慢慢可以学会一个 因为你可能对于某一些函数不熟悉 你可以直接在即时运算式窗里面做什么 先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测试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问号 问号空一格是什么 就是列 就帮我把那个结果print出来 就是显示出来 那我前面讲过 你打个VBA 有没有 点 特别说如果你要知道内码的话 你就是用这个ASC 这个ASC 其实它的那个用途 就跟Excel里面的Code 是一模一样的 那刮胡之后的话 他会出现说 请你给我一个字 比如说我今天就给一个什么 假设我先给一个1好了 接着前后要加双引号 因为必须给他一个字创 前后要创 Enter 因为我前面有个问号 问号是print 所以你按Enter 它会出现69 为什么69 因为1 这个是大写的1 大写的1它的位置 有没有 你会发现在内码表里面哪一个 刚好就69 有没有 那如果我今天换一个单字 假设X好了 假设这边用X Enter 88 因为刚刚内码表 另外特别注意 如果打小写的1的话 大写是69 那小写1呢 Enter 11 101 你讲说大写 特别注意 内码的位置 不一样 你会发现 小写的位置在哪里 在这里 有没有101 那这个当然也是一个问题 那如果说有大写有小写 那岂不是要判到两次 不过跟各位讲有个方法 就是我们干脆全部 不管大写或小写 一律全部转成大写就可以了 转成大写 那怎么转成大写 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转成大写 我教各位 你可以再学一个VBA里面的函数 叫VBA. 它的函数名称叫U-Case U-Case的话 这个函数就是帮你把 你给它的字 把它转成大写 OK 按Enter 你会发现 有没有 你给它一个小写的E 它就给你一个大写的E 那有人比如说 老师那我刚好颠倒的话 其实你把U改成L就可以了 L-Case 所以这边的话 把它改成大写的E 按Enter 它就帮你把它改成小写 那大概知道有这几个 比较会需要用到的函数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来撰写 那个第一个 算一算 这里面到底有几个字数字 OK 我第一个问题 那我们当然不要野心那么大 我们先针对A2就好了 针对A2 那如何撰写 首先第一个 这个程式我在云端上也有放 所以待会的话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那个云端白板 那首先的话一样 打一个什么 打一个 其实我建议你打个sub 然后面的话 其实这些都不用打 Enter一下就可以了 有没有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在这边先做逻辑判断 如果呢 if什么呢 if 我如果先抓什么 抓第一个字 Excel 可是我要怎么抓第一个字来判断 首先第一个字的话 我可以用mid mid mid 接下来后面就是跟他讲说 哪一个出圈格 如果我是A2的话 就Excel Excel 然后哪一 第几列呢 第二列 对 豆点A 这个就指A2 那你也可以打rangeA2 只是说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跑回圈 那我就把那个 豆点 第几个字呢 第一个字 所以 1 几个字 豆点 然后一个字 有没有 第几个字 然后取几个字 后刮虎 这个时候他就把E 给抓过来 就E抓过来 接下来我要判断什么呢 判断他的内码是不是在47到58之间 所以呢 if后面就加一个什么 当然我刚才有讲过 你可以打个VBA 点 然后呢 asc asc刮虎一下 把这个放在这里面 然后帮我判断哦 如果E抓过来之后 它是什么 它是不是大于47 空一个and and 什么呢 and小于多少呢 小于 在哪个range 在这个47到58 之间的话 所以后面我这一次可以把它这个复制过来 这一串 and 然后把这个改成小于58 空一个then 然后 然后做什么呢 and if 如果是的话呢 那 表示说 它就是 这个数字 那我们可以把它累加 可是问题来了 我不可能说我只抓一个 我要抓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在外面做一个回圈 这个回圈的话就跟大家讲说 你帮我 跑五次好了 for i 我建议是用for j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用到i 所以我先用j 等于第一个字到第五个字 enter两下 diagonist 做什么呢 帮我做这件事情 判断 判断说 它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我前面有特别都有强调 回圈里面 通常会做那个逻辑判断 那可是判断完之后要做什么 把它加1 所以特别是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加一个什么 kons的变数 kons的变数 kons的变数自己取的名称 我把它改成j 这边把它改成j 意思就是说 第一次先帮我抓e过来 第二次抓x 直到l 然后如果它是在47到58之间 就帮我看了加1 最后的话 要做一件事 怎么样 帮我把这个结果输出到这边来 输出到这个储存格 所以这个储存格应该是叫sales的什么呢 第二列的什么呢 b欄 所以我拿这个来改 第二列的b欄 它等于什么 等于kons 所以等于后面kons ok 它就帮我把加完的结果 帮我放到这里面来 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k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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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建议你可以再多做一件事情 Nv 第一行的地方,先给他抗着变数,里面先丢一个零给他 意思是什么?如果他没有东西,那就输出零 不然他输出就没有东西 因为他没有被加一过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假设我现在执行 这边的话,你会把输出再跑一次 零 可是我换这个,比如说我这边换成3 A3,这边也改A3 然后底下这个的话,改成B3 执行的话,应该会有三个 可是问题来了,我不可能说这边再把它改成4 然后输出,这样不就 所以最后的话,你需要在外面包一个回圈 就for i 等于什么? 第二列到第九列 然后把这一个 这1 2 3 个数字 改成 i 他就会全部跑完了 他可以懂我的逻辑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比较 比较会有问题的应该是这个 ASC VPA 点这个 其实你不打也没有关系 不影响 OK,试一下 画面先画给各位 也就是说我们就用 ASC 帮我把那个字切出来之后 然后判断一下 是不是大于 47 小于 58 如果是 那表示说这个数字 这个字圆 它就是数字 如果是数字呢 就帮我有点像 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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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所以等于抗的加一 就是帮我把里面的数字 里面加一存回去 加一存回去 最后把那个加总的结果 输出到指定的储存格里面 这样就OK了 试一下 如果假设 那些细节 跟不太上的话 你可以云端找一下 我有把这个刚刚写的程式 放在云端白板里面的 第2页的地方 试一下